欸!你看!就有人走過來了! 他是不是剛刷完啊? 欸!又有一位走過來了! 欸!很夯欸! 昨晚夢到一個地窖啊! 驚艷肥美! 旁邊也有世界事件! 結果睡醒後打開各大群組喔! 各種私訊! 連薩克都說 欸欸!雨天! 這裡有個穴很肥美! 雨天就做了一點功課 發現啊!B站的這個艾婉大啊! 以及YT上的JG大啊! 還有這個Shadow大! 都有推薦這個地窖喔! 以及周邊商品! 那雨天推薦喔!這幾位! 愛婉大! 如果各位有在使用這個B站的話! 還有YT的這個JG大! 他是數據化喔! 所有東西都數據化! 算得很精疲喔! Shadow大也是喔! 我會把收益喔! 送給大家! 那很推薦訂閱他們! 這個位置喔! 就是在這個隱秘高地喔! 這個大肝源的隱秘高地喔!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更好認的方法喔! 就是個命運藏身處的正下方! 轉過來之後呢! 上面有一塊這個圓圓的空地! 欸!你看! 走過來就有個世界事件! 那他們是推這個世界事件加上這個地窖嘛! 對不對! 那這個事件啊! 這個金幣啊! 經驗質量啊! 金幣值是很高的喔! 欸!你看! 救人走過來了! 他是不是剛刷完啊! 欸! 又有一位走過來了! 欸!很夯欸! 裝備我就先不撿喔! 我就往這個... 塵埃礦景! 走過來! 欸!就到了! 好! 這一分鐘要殺光地窖你的怪! 那完成之後他還會給予經驗值吧! 那有聽說有經驗值! 有股幣! 裝備也是挺不錯的! 三組精英怪! 真的是錢多四少離家境耶! 好!這樣就結束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驗證喔! 上去會不會有世界事件! 還會不會馬上刷新! 好!走上來! 欸!馬上就有了! 這個流程呢! 其實就是走過來有事件打事件! 那打完事件呢! 進這個塵埃礦景! 進這個地窖! 地窖打完呢! 再上來! 欸!事件又出來了! 又來了! 那打完之後呢! 那大家會利用這個夢魅地下城的BUG喔! 再進去這個地窖! 那如果你沒有使用那個BUG 或你擔心帳號是怎樣的! 你就直接ESC! 離開遊戲! 回畫面! 再進來! 但是要記得喔! 如果你重燈的話! 你藥水就... 30分鐘藥水就沒了!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較弱的經驗藥水啦! 好!那就先這樣子! 啾啾!